全球散戶嘎爆法人投机大潮又来了吗 还是要尊重一下基本面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集团,我是Sandy,欢迎龙哥 嗨,妹妹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美股的散戶最近很开心哦 因为他们嘎爆了法人哦 但是这些被嘎到的法人到底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龙哥 是的,这边我们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GameStop跟AMC他们都是所谓的实体通路商 那实体通路商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电商崛起 其实他们的业绩其实说在没有这么好 所以当这些放空机构经常去放空他们之后 其实这边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弹 这些反弹我们把它称之为乡民 那这些乡民其实跟这个GameStop跟AMC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回忆 因为他们小时候他们爸妈就是带他们进去这些实体通路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2008年这边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这些乡民对这些放空机构 其实他们看他有点不太顺眼 因为他们放空他 那种人说他是在唱衰他 所以他们这边放空然后带走大笔财富 他们看他很不顺眼 就跟你对坐 所以他们这边乡民这边在网路上号召 进财买这个GameStop跟AMC 所以可以看到这股价是一杯充电 但是龙哥这边要提醒大家是 这边股票一杯充电其实我们还是要着重一下他的基本面 其实他的基本面根本没有到这个价格 所以投票如果你有在投资美股的话 或是投资台股其实基本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问题来了 这边股价一路嘎空上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放空机构为了补这保证金的缺口 对 拿去卖到其他比较机油股票 但是我们认为说 这边卖到机油股票 其实反而是各位投资朋友的一个机会 因为机油股票突然往下跌 都是一个低阶的好买点 那这边这个湘米这边的一个焦点 有转到这个白银这一块 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白银这一块 中央认为长线还是看好的 为什么这个GameStop跟AMC 跟白银的差别会差这么多呢 最主要是白银跟电动车是有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个车子是需要用到白银的 那这个白银我们假设用100来代替这个单位数好了 电动车可能需要用到300甚至400 那这个量是呈现3倍到4倍的往上成长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全球各家车厂都要发展电动车的情况下 白银的价格中央认为还没有到底 所以白银我们其实台湾也有发行相关的ETF 投票可以多做留意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台股的相关机会 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这边把这个机有股票卖下来之后 其实它的产业前景并没有改变 你反而要留一下低坚买点 那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特别跟大家提醒 台电你要去留一下什么时候会开始止跌 那这个止跌来得非常快 在昨天就马上做了一个止跌 那在节目上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以台电这种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的资本支出是创了历史新高 那我们有跟大家提到2010年跟2014年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那结果是怎样 换来后面五年的好光景 所以今年的资本支出创了历史新高之下 接下来台积电如果有回测记线 或是回测在约线 中共认为都是一个好买点 因为资本支出大幅攀升的情况下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家公司的产业情景 是很好的 对大幅往上去做成长 所以台电或是它的指名 包括这个 设备厂 对设备厂或是先进封装这些 你都可以多加留意 那台电往上涨也带动了加全指数 跟着往上去做了一个反弹 那这上礼拜我们特别跟大家提醒 跌破区间下缘之后 你要留意一下 有些股票你要先做减满 同时你要留意 有没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你去做进场的 所以加全指数今天已经怎样 重新站稳了这个区间 同时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高有过高 如果明天再展望 其实会重新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但是上升轨道又来到了一个区间上缘 其实这边也是会有一定压力 所以你可以发现 台股最近的震荡非常大 上下洗刷非常大情况之下 同时封关前 你一定要好好审视你的个股 到底有哪些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到底有哪些股票 你要先做个解码 今天从上礼拜五 我们就一直跟大家提醒 你只要做两件事就可以了 解释一下你手中的持股 跟你口袋名单的筹码 有哪些个股票可以让你报股过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记忆体族群 或是什么或是被动元件 或是什么钢铁族群 你会发现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都是涨价复苏概念 那涨价复苏概念 今天有一档股票非常火热 主力又打pass了 这2609的阳明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涨停板 但是同学朋友请记得我们跟你提到了一个重点 这个运价市场上普根预估说有机会维持到这农历年节 但是同学朋友你想象一下农历年节这边好像力度已经差不多要实现了 所以今天的涨停板我们认为说只是一个短线上的反弹而已 所以同学这档航运内股其实它的筹码已经非常凌乱了 我们还要进场去过度追加吗 我们可以稍微停看停一下 除了什么除了这报价有机会一路延伸到 再成长 对往上到第二季或是到第三季这边 虽然在这报价还没有很明朗之前 我们认为说航运内股短线上就是以短线为之 那涨上来之后碰到期限涨上来之后 我们认为就不要再过多去追加 因为筹码非常连乱 那航运内股提完之后 我们不得不得跟大家提一下这钢铁内股 其实航运内股伴随什么钢铁内股 那在过去金牌比比之后 我们特地跟大家提醒 这钢铁内股在农历年过后 特别农历会有一个涨升行情 因为农历年过后会有一个拉货效应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报价 这中刚刚这边报价是怎样 优于预期调升了9.5% 那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看中刚你去做中红 因为中红的股性会比较活泼一点 那这股价回到这个季线这边 也开始直纹了 同样这边是你一个机会 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底族群 其实基底族群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追踪很久了 蛮久的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其实南亚克已经涨了66% 那基底涨升三部曲 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报价回升 营收成长 还有低价库存 那这个过完年之后 过完年之后是财报密集公布时间点 接下来市场 会开始炒作这个低价库存这个提产 那可以看到基底的合约报价 一月是呈现上涨了 虽然它已经往我们所规划的趋势 去做前进了 所以机体族群投票你要多加留意 再看到电动车 电动车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领头仰只要它没有休息 其实这个电动车相关个股 会维持着一个轮动的态势 其实今年中途大戏 就是要看电动车族群了 所以目前呢 离封关这样 还有三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你一定要好好审视一下你的个股 这边你一定要把这个持股随位 调整到一个最厉害的部位 那怎么样是一个最厉害的部位 还记得我们先前有跟大家提到 金牌比一比的时候 跟大家提醒 比特币概念请大家先避开 结果你可以看到 比特币概念目前还是呈现一个重挫 所以投票 封关的时候 你股票要报这些股票吗 当然是不要吗 所以你要报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钢铁类股 基地族群 那基地族群 哪些个股库存 低价库存是最多的 或是电动车族群 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做布局 那离封关还有三天 中哥要提醒大家 你要趁早去做个调整 因为越接近封关 你越舍不得去做调整 当你越舍不得调整的话 那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这边你可能会落后很大一截 虽然到底应该怎么调整 反而可以加入中哥 来的跟调整 中哥带着大家好好来调整 布局年后呢 年后看展了一个产业 欢迎大家加入 以上谢谢 谢谢感谢龙哥分享 财经集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